趁未擦前拍攝,今集帶大家來到童真醬油位於葵聰廠房 由 2000 年開始,他已經想將童真醬油廠房重建 由於成規會申請 曾經申請批准,但他沒有重建 在可見的將來,他也有機會重建 我便想趁他重建前拍攝,現在是2024年4月 我們看到童真公司的很清晰牌匾在葵聰廠房 根據童真網站所說,已在50年代初已在營運 一直維持到現在,有七十多年的歷史 童真公司本身是做醬油,慢慢擴展其他行業 例如地產,有不少發展的項目 但他依然堅持著醬油的生產 亦堅持著香港製造,這是很難得的 還有一些人士、一些集團會堅持香港製造 我們可以先看看廠房 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廠房的設計 亦都是以平實為主 沒有太多花巧的東西,其實沒有太多設計的東西 就是石屎,有些鐵皮頂,鐵皮的外牆 看起來是以實用為主 後面就看到童真工廠大廈 就在廠房後面 就是一個廠房的樣子 放了些桶 可能是用來裝醬油,裡面也有些貨車 這個廠房經過這麼多年,依然繼續營運 可能有些其他廠商也有機會 將生產不移 甚至移到其他地方 但是這個廠房也是挺好的,堅持香港製造 我們看看,他仍在聘請職位 聘請貨車司機 聘請保安員 我估計他暫時還沒有拆 在2019年有一個規劃許可的申請 但他到了203年就到期了 他決定延長多4年 現在的規劃許可到2027年 他斷斷續續由2000年開始申請 到2013年再去處理一些事 斷斷續續 他已經很久還沒有發展土地居住 但如果未來發展了 這個地盤面積相當大 為這個區域帶了很多供應 所以有好有不好 好處是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 有更多的房子給人住 但有歷史的廠房可能即將會消失 作為荃灣人 經過昌榮路迴旋處的位置 一定會留意到童真醬油廠 很清晰地在迴旋處的位置 我們現在來一個3D地圖 看看整個醬油廠房是怎樣 就是這樣的樣子 希望趁他還沒刷前 先留念 再看一看感受一下 這集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